毛泽东对军队的清洗 这个在共产党的绞肉机啊 谁都倒霉啊 没有一个幸存者 这个阶段啊 第一阶段的清洗 是自文革前夕至913事件前 那就是到1971年9月13号前 被清洗者大部分为毛泽东 在516通知中所指的 混进军队里的 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 大概是这些人啊 在这一阶段 遭受不同程度的冲击 诬陷迫害 以及被隔离审查 予以逮捕的高级将领 包括文革前经历历次运动 而被降职或离开军队者 据不完全的统计 正军职啊 就是啊 副军以下都不算 正军以上的 共204人 名单如下 贺龙军委副主席 聂荣珍军委副主席 陈毅军委副主席 徐向前军委副主席 叶剑英军委副主席 至少五位军委副主席 他这个波及面打击面真是非常的广啊 共产党太邪恶了 然后罗瑞卿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 杨成武代总参谋长 张宗逊副总参谋长 张宗逊就是现在的军委 第一副主席 第一军副 张又霞的爹 张爱平副总参谋长 彭少辉副总参谋长 王上荣 总参作战部部长 王上荣后来好像 重新启用了吧 按照共产党的话 叫平反昭雪以后 也当过副总参谋长 那是后来了 官复原职以后了 刘绍文总参情报部部长 那就是总参二部部长 吕正超 总参军交部部长 就是总参的军事交通运输部的部长 那实际上这个部 军交部 后来归属了总后 总后的军事交通运输部 那吕正超 同时还是国务院的 或者前后脚 是国务院的铁道部部长 这个傅秋涛 总参动员部部长 负责这个战争动员呀 民兵啊 预备役呀 总参动员部 这是我客户 在黄寺大街 马路 马路北 啊 富秋涛 叶运高 总参政治部主任 萧华 总政主任啊 总政也是我客户啊 刘志坚 总政副主任 徐立青 总政副主任 徐立青是大别山的 他是负责那会儿 1955年共产党这个授军衔 他是一个主要的负责人 当然大主意 是那个谁拿的 是这个这个罗荣环元帅 啊 当然最大主意 还是毛泽东 想让谁上 想让谁下啊 梁毕业 总政副主任 傅中 总政副主任 袁子钦 总政副主任 贾若瑜 总政代理秘书长 徐 徐文烈 总政副秘书长 李曼春 总政宣传部部长 史晋前 总政保卫部部长 谢唐忠 总政文化部部长 鲍齐臣 总政群工部 群众工作部部长 金如柏 解放军 军事法院院长 哎 说到金如柏 咱们可以多说两句 金如柏 是谁呢 是这个金一南 哎 国防大学金一南少将 他亲爹啊 金如柏 是江西的老红军 他是军法 像军法 军检 军事监狱 总政保卫部 这都是属于总政系统的啊 这个金如柏 他们家有一小院 有个四合院 在哪啊 在东城区 建国门内 那个叫小雅宝 其实原来叫小雅巴 大雅宝 小雅宝 在小雅宝胡同 有个四合院 他们家有厨子 有这个这个公务员啊 公务员就是伺候人的 服务员啊 不是现在说的公务员 然后有警卫员 有专车司机啊 他们家住在那 啊 这个金一南啊 你像金一南呀 罗园呀 你像那个海军的装备 论证中心的引拙少将啊 这都是红二代 官二代 军二代啊 都是他们自己人 限制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啊 胡吃 解放军报社 代理总编辑 就是军报军报 在府城门外啊 赵毅亚 军报总编辑 饶正熙 饶正熙 总后的副部长 总后原来也是我客户 总后司令部 汤平 总后副部长 李耀 总后副政委 李雪三 总后副政委 彭嘉庆 总后副政委 杨田 这对人应该念田吧 杨田 总后参谋长 卢南 桥 桥夫的桥 总后政治部主任 周长庚 总后政治部副主任 张和 总后工厂管理部部长 因为总后有好多兵工厂 是吧 就是背服 背装 军人盖的被子 军人穿的军衣 军装 上衣 裤子 帽子 帽灰 领章 是吧 包括鞋 靴子 在这个北京比较有名的 那个京广中心 胡家楼 南边 3501 是吧 卖的那个靴子 生产的靴子 质量不错 傅连章 总后卫生部部长 副部长 他是卫生部副部长 总后的这个这个卫生部 他在国务院的卫生部 好像也当过部长或者副部长 傅连章 他给人家保媒拉窃 傅连章 听说 也玩了好多大姑娘小媳妇 军队的 或者是军队地方的 或者他给 还给好很多老红军 你看上谁了 或者你没媳妇 给你保媒拉窍 或者把你们家的那个黄脸婆 岁月大的不要了 娶个年轻的女大学生 娶个文工团团圆 因为他手里边有这种资源呀 包括医院的女军医 女护士 他干这活的 傅连章啊 有苏焕青 总后管理局局长 肖向荣 军委办公厅主任 好像也当过 肖向荣 在总参作战部好像也带过 后来好像也当过副总参部长 军委办公厅 就是我客户 就叫军办 也叫八一大楼 那会儿还不是八一大楼 八一大楼是后来才修的 大概九几年 那会儿是三座门 陆阳 军委办公厅主任 都是军办 郑汉浩军办副主任 王兴刚 军办副主任 王兴刚是特务 他是敌工部 华东军区敌工部 把国民党的那些军队 都给策反 让他们投降共产党 王兴刚就干这活的 刘 刘转连 沈阳军区副司令 王兴